月頭記得要加入Patreon 吃光整個月最好 Patreon 還有獨家影片 與我講英招 也會再次這個禮拜和大家見面 禮拜四晚7時 何輝大哥 小弟何永 記得又要留意 熱刺作客 白禮頓 摩連盧和白禮頓一樣 今天都是玩三中堅結構做正選 摩連盧有沒有問題 但是一開球其實都見到白禮頓全場壓迫積極進攻 即是開回摩連盧那一篇 其實都適合熱刺玩三中堅結構才是 誰知熱刺在來回高速球當中竟然完全沒有優勢 沒有優勢還要落在下風 完全發揮不到熱刺那邊進攻點的級數優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首先就是要稱讚白禮頓 一開球全場壓迫白禮頓這邊真的很重金屬 真的壓到熱刺出錯 不是說那些年輕人朗頓才出錯 簡直就是連那些孫英文 尼當比利 對啊過往都穩陣的人今天都出錯 搞到熱刺亂了 如果你一定要我找個解釋的話 體能這方面就是可以說 白禮頓的休息時間比熱刺多一天 白禮頓上場只是對富咸 還要白禮頓連續兩場主場 但是熱刺上場剛剛對完利物浦 而且白禮頓今季的進攻組織層次真的有進步 季初對曼聯的時候我們見過 季初的時候 遠射都很厲害 而今天白禮頓竟然是能夠破埋密集 這裡認真令人喜出望外 其實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白禮頓已經曾經用短傳滲透入禁區射中柱 去到16分鐘 白禮頓的三中堅結構控球在腳面對密集 竟然是懂得玩變形去破密集 可想而知變形這家東西 在現今球壇開始廣泛了 連中下猶分子 想著今季都要護級的白禮頓 都玩了一份的這個變形 右邊Wingback的域文 變形進來中間一點點 中場中的哥斯就衝到右邊 扮演進攻點 就構成了這一邊二人的合作 最終達至是哥斯做六頁插入 當然要破密集 都是要有個漂亮的直線送進去 今天的十號仔麥亞里士打化身主角 送領直線 湯川熱刺後防線 哥斯進入禁區底線 地球傳中產生必入球 這球實在太漂亮了 中型班玩地面的破密集組織 令到我們可以看多些漂亮組織 中型班都玩了 甚至連這個星期 英超當中最漂亮的組織 是白禮頓的這一個 不過這次你都可以說的 熱刺的防守區域都有問題 例如賓戴維斯 沒理由輕鬆可以走掉這個哥斯 而朗頓在偏左中堅位 竟然站得太靠近中間 和艾特韋列特黏一堆 搞得好像後防線打小半個人這樣 摩連奴想著作客白禮頓 白禮頓進攻 所以三中堅結構 想著送白禮頓入主攻陷阱 誰知白禮頓竟然可以透過變形 去形成主攻的組織 突破了主攻陷阱這件事 原來我這個理論 可以再伸延一個足球理論出來 就是要破這個主攻陷阱的方法就是變形 主攻陷阱是摩連奴一生最有趣的作品 主動放棄控球拳 收縮防守區域 縮矮仔 令對手不懂主攻 都是要進入主攻的狀態 主動老鼠拉桂 然後摩連奴就打反擊得手 這些就叫做摩連奴設計出來的主攻陷阱裝對手 主攻陷阱是令到摩連奴帶來了歐聯冠軍 就是當年大波圖的時候 主攻陷阱亦都令到摩連奴帶領車路士的時候 拿英超冠軍 但是這些事都已經是十五年前了 今時今日就連中下猶分子 都可以透過變形去破解他的主攻陷阱 世界真的變了 如果你說被強隊破到他的話 還可以說一下 對方有級數 現在是被一支想著要護級的球隊破了 意義就變得很不同了 這一場的賽事可能要被輸寫入去史冊當中了 如果我遲些有時間再做摩連奴的生平特輯的話 這場賽事可能要被提及了 以前那些中下猶分子是學摩連奴玩主攻陷阱收縮的 現在完全不同了 都不可以說是突破性 這個是break through 就是那些中下猶分子本來抄摩連奴的主攻陷阱 現在不是他現在不抄摩連奴 他反而想辦法破了摩連奴 摩連奴一生的最有趣作品 主攻陷阱被中下猶分子破了 就標誌著一個年代的終結 和另一個年代的開端 其實今天熱刺的三中堅結構 正選陣容都可以變形 你要你變形我都可以變形 思數高進攻的時候 變成防守中場就可以了 多三齊試打右閘 尼當比利打進攻中場 四二三一 但是巴爾就真的不可以再打邊線了 實在太沒有整體意識了 推到死位 推給人家 交球交錯 我寧願他打正前鋒好過 這個背魂即打右邊 那就變形了 不過可能你會說 我也同意的 玩到這樣就不是摩連奴 他怎會玩到這樣 都不可以要求摩連奴變形 現在轉型都沒什麼 摩連奴執教的球隊 玩控球賽他的思維 認真不足 所以你都看到 熱刺落後之後 都是不斷被白禮頓控制大局 白禮頓當然得勢不搖引 這個上半場熱刺可以說 完全陷於苦戰 白禮頓全場一直都中了 第二球球的機會 而白禮頓就真的 這場賽事是贏得有說服力的 這個熱刺可能是踢出了 今季最差的賽事 而白禮頓可能是 踢出了今季最好的賽事 摩連奴去到半場的時候 調檔也有些問題 雖然他半場的時候 放棄三中堅結構這個決定都對 因為有艾特韋列特 帶領著就可以更加早 更加放膽及時 去改變後防線的數目 就是放棄三中堅 但是他竟然是拿走山齊士 就不是朗頓 朗頓上半場的位置都穿了洞 究竟是什麼理由要留住朗頓呢 之後我看回山齊士 又不是有受傷的紀錄 這裡我不明白 好了,跟著 他終於都在半場那裡 用卡路士雲尼斯奧斯 其實他應該要打正選的 這個卡路士雲尼斯奧斯 哈里加尼受傷都不用 卡路士雲尼斯奧斯 就不知什麼玩法 但是其實半場的時候 是應該要再做第二個調動戰 拿走巴爾 陰公 你看完巴爾上半場的表現 你絕對會明白為什麼斯丹不用他 也都明白為什麼摩連盧上半季都不太敢用他 但是摩連盧都是給他打多15分鐘 都根本浪費時間的了 而且搞到自己的結構出了事 下半場熱刺轉射231 但留住巴爾 即是要這個背魂即打中路進攻中場 他根本就不適合打這個位置 他在國家隊那裡打過這個位置 不代表英超可以這樣做的 這些我解釋過了 今天我不多說了 只要拿走巴爾 直接半場用拉美拿 這個背魂即打右邊 這個會變成一個正宗的4231 但摩連去到60分鐘做第二個調動 是拿走巴爾 但是用這個是盧卡斯摩拉 即是背魂即打中路 去到73分鐘才拉美拿 調動來講 整個都是三個都 時機 方案都不合理 熱刺就是在浪費時間 大概一至兩個月之前 當熱刺過了魔鬼賽程 依然排在榜首的時候 我都驚訝 摩連盧的考驗還未完 遲些對著中型班 中下游分子 要保持穩定才有用 而當時我的判斷就是 摩連盧始終對著中下游分子 都是不穩定的 所以英超冠軍當然是很難 雖然盧斯素今季的受傷 的確影響很大 但摩連盧執教球隊的控制大局 控球在腳基礎 始終是沒有怎樣進步 他自己是沒有怎樣轉倒型 所以我都是要舊事重提 就是今季執教熱刺 盡力拿個杯仔冠軍 整個CV 例如拿個聯賽杯 跟著就盡快博炒好 就可以趕及做回一件事 就是趕及回2022年世界盃 用一屆世界盃的時間 熟悉一下國家隊的管理 去到26或者30的世界盃 摩連盧 就有機會拿世界盃冠軍 2022年和26年的葡萄牙 其實前景都很好 球員懂得自動球 不用摩連盧教 他打分組賽去破密集 或者去過關 摩連盧只要搞定那四場淘汰賽 針對性部署 就捧這個世界盃冠軍 而我相信他是有能力捧世界盃冠軍 他現在是走錯路 教錯了球會 盡快 盡快去回室自己屬於的天地 所以摩連盧世界盃冠軍 才是你要拿的東西 摩連盧 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就會再表揚一下白禮頓那邊 講一下熱刺個別球員的表現 講一下現在熱刺的危機 和轉機的機會 以及前世的機會 希望大家去Patreon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 拜拜